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那么因为种族歧视言论引发轩然大破的NBA快点队老板史特林 他被联盟逼迫要卖出球队 那么一开始他还抵死不从 而且还要加码控告NBA反托拉斯 不过上个礼拜他突然透过他的律师表示说 他将以20亿美金的天价 要将球队卖给前微软的执行长波莫 那么并且要撤回所有的告诉 所以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郑博人郑律师 来和我们谈谈何谓反托拉斯 以及在美国做生意要如何避免触犯反托拉斯法案 郑律师你好 你好 郑律师一开始我想请教你 Donald Sterling为什么这么突然间宣布说 他要对NBA撤销告诉呢 没有想到说这个Clipper的案子 有那么多不同的法律存在 一个就是关于信托 这个Clipper的话 它是放在一个家庭信托里面 家庭信托是讲说如果先生还是太太 如果有两个医生讲说他精神有问题 那权力就会归给病怀一个人 所以最后呢有两个医生他们证明说Donald Sterling 他确实算是有一点痴呆症 所以因为这样子shelly Sterling他的太太就可以把这个Clipper把他卖掉 那在卖掉的时候NBA就做了一个算是一个手脚 还是一个手段 讲说如果最后他的先生告NBA的话 那如果告NBA 那他的太太Donald Sterling的太太就要垫全部的责任损失跟律师费用 所以几乎的话就是Donald Sterling如果他想告 就是变成说他告他自己告他自己的家庭 最后他跟他律师谈了以后 律师也跟他讲说 不管说您有好的原因去告NBA 你最后如果你告你自己的话不值得 所以因为这样子现在NBA应该会把这个Clipper把他卖掉 然后最后Donald Sterling会撤销他的案子 但是我们在录节目之前 我上了一下新闻网站看到 他说其实这个Sterling他还没有完全的采取撤销 告诉的这个行动 所以就让人家不免的质疑说 那个Donald Sterling这个老狐狸 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呢 这是有30个owner 算是30个董事会的人 他们要29个人 他们全部要同意说 愿意把这个Team卖过去给这个Balmer 以前的Microsoft的这个老板 那如果他还没通过以前 这个Donald Sterling他当然也是要做一个手脚 这手段就是如果今天没有通过 我还是可以继续告你 所以他就是现在在等看是哪一方面的人先给他试好 就是说他觉得安全了 他觉得safe的 他才会愿意彻底执行测速这个动作 那个NBA他们的协议是四分之三的董事会的人 他们要同意愿意卖才可以真正卖掉 所以不是只有这个Donald Sterling想卖才可以卖 一定要四分之三的人同意 所以在29里面要21个人同意 他才愿意撤销他的案子 那我们再回来这个Donald Sterling他刚开始说要告NBA 是因为他要告NBA反托拉斯法案 那么其实有些法律节目他们也说了 他这样子告的诉讼案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什么叫做反托拉斯法案呢 反托拉斯就是你今天你想控制市场 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的话 如果是影响到那个消费者那这个就是反托拉斯 不但政府可以站起来告你 这有民事刑事罪还有一般的私人也可以告 那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所谓的反托拉斯Antitrust 它就是在反市场垄断 它不要让只有一家企业能够控制整个这个市场 对这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反托拉斯的话其实是美国是第一个国家 它真正在发挥这个法律讲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consumer 我们不是保护大的企业家大公司 那如果说您最后您是影响到那个消费者 最后他们的价钱是被控制了 那不但政府有民事跟刑事的权利 可是一般的私人也可以告 所以这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那么另外我还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反托拉斯 它这个法律其实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嘛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很多企业 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 还常常是会触犯到这个反托拉斯法案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反托拉斯法案有哪些误区呢 所以这个法律的话是从1890年开始到现在 那最大的misconception我都觉得说一般的私人小公司 他们会觉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 如果我们在市场的话我们是number one number two的话那这跟我们无关 特别从亚洲来的他们的公司他们过来 他们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例如说我们买了一个不动产 还是我们做了某某什么生意 如果我们是number one的话那当然我们是最好啊 当然美国是自由国家那当然我们可以站住脚 可是这个法律是反过来的 在美国的话虽然大家想支持大公司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一般的居民 最小最小的居民我们在保护 那如果今天的话你是number one number two 本来可以卖五块钱 可是你现在是卖五十块 那虽然你是第一的这个公司 虽然你请很多的员工 可是如果有一个很小的居民他想告 还是通知政府 政府会来帮助最小的居民 真的啊 是 所以他不会因为说你只是一个人在那边反对 比如说举个例这个商品的价格 你觉得它不公平 那么你在那边抗议 你这样自己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叫 在那边抗议 政府会来插手管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 有案例吗 你要想说我们现在我们就讲说 在法律上判决上出现过这些案例 有有OK 所以我们讲说像LV的宝宝 如果拧在美国的话虽然很贵 一千块到三千块的包包 在中国的话九千块一万块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 拧到日本的话 同样LV的包包也是九千块一万块 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这个反托拉斯的法律 所以我们在美国可以受到那么好的利益 跟好处关于价钱 是因为政府它讲说我们是要保护最小的人 不是要保护大公司 那很多次要和平的时候 像例如说AT&T跟T-Mobile 他们互相要买 他们一定会先通知美国政府 让他知道说我们要把这公司 我们要合在一起 合并 然后如果没有 他们在合并在一起的时候 美国政府还会说 如果你继续这样子做 我们就要告你 然后如果我们发觉说 你最后做的是因为你要控制市场 不但我们会告你 罚你 可是我们会关你 所以这个很好奇 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从国外来的 他们说随便逮捕 我们不喜欢 我们就喜欢在美国 可是在美国 如果是关于市场的话 如果你是在控制市场 美国有权利说给你抓起来 给你关起来 因为他不希望说你赚太多钱 他们是希望你赚钱 可是他们不希望你赚太多钱 会影响到市场 那我就比较好奇 美国不是自由市场挂帅吗 那他这个反托拉斯不是 反托拉斯跟自由市场 不是有矛盾的地方吗 当然 可是198多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关于火车的法律 他们那时候只有一家两家 全部全美国就是一两家的这个做火车 所以最后变成说价钱都提高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 他们就有做的Antitrust Act 关于Sherman Act里面 还有讲说No 我们不能这样子 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全美国 我们要运货的时候 从东部到西部的话 最后都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反托拉斯他的历史 就是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 他已经感受到这个 如果说有一个大的企业来垄断的话 你就算这个市场再怎么自由 他最终还是会给市场的经济 带来去平衡的一个结果 他们现在他们都在讲说 Google跟Apple 已经有这个Antitrust的这个 已经到最边边了 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太控制市场了 所以可能有可能性 如果他们一直在扩大的话 美国政府会站起来说 No 你不能这样子做 他们目前现在他们在讲说 Yahoo可能要被卖走了 卖给 either Google 还是卖给那个Apple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只有最后可能会有这个 Antitrust的这个法律存在的问题 是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来请郑律师跟我们谈谈 更多有关于所谓反托拉斯法案 Antitrust的相关议题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现场 那现场请到的嘉宾是郑博人 郑律师 郑律师刚才在进广告之前 我们提到这个反托拉斯法案 那么你有提到几个反托拉斯法案的误区 也解释得非常清楚 那我现在想知道就是说 这个小商家他要 他可以依据的反托拉斯法案来告大企业 大概有哪些 譬如说像价格啦 或者是说这个市场的垄断啦 Of course 目前的话很多的华人 他们过来美国的时候 关于金子 Diamond跟Gold 他们发觉在美国 特别在洛杉矶西边这里 是犹太人控制的价钱 什么都是他们在控制 他们已经开始在谈说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做生意的话 我们做不下来 他们有考虑说要告 很多的犹太人觉得说 因为他们在控制这个市场 价钱都控制了 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一般的居民的价钱 算是不够低 他们有这考虑说要告 那如果他们正提出告数的话 胜数有多胜算有多少呢 这是一般的 如果说是私人告的话 成功率当然会比较低 如果说是政府有占进来 成功率一定都会比较高 因为他们的证据 他们的设备 他们全部他们可以用的 政府的工具去跟一般的市场打官司的话 会比较好 可是有很多华人 很多客户他们讲说 珠宝店他们在亚洲做得很好 最后来美国都被犹太人算是打死了 所以他们有考虑说 如果有告的话 可能性会不会赢 因为有不同的反托拉市 一个是控制价钱 关于一般的居民 还有就是控制supply 如果今天那个gold还是diamond 有进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觉得如果他们有限制这个市场 那当然价钱就会慢慢提高 那我另外我想知道 你说到价格 我就知道很多华人早期到这边来了 所以他们是开那个grocery store 那现在虽然比较少了 可是我因为这个法律还是存在了 所以不管你做哪一种生意 如果你是小商家的话 你肯定会受到大企业的影响 我为什么要取这个grocery 就是杂货店来作为案例 就是因为像你如果 爸爸和妈妈的商店 你的卖的汽水 你肯定价钱会比 沃马卖的高嘛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小grocery store的owner 我可以告这些大的 比如说Target 或是沃马说他们的汽水价格定的太低 害我没有办法卖到我想要的价格 他们可以这样子做 可是反托拉斯的那个法律有点模糊 然后你一定要花很多律师费用跟时间 一般这种案子都是一年办到两年 十几万到一百多万的律师费用很正常 所以一般的比较小 算说是小公司 他们虽然他们可以看到不公平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辩护 所以变成说很多次 他们是要控告给政府 让政府站在我们一般的居民的 这个原告人的这个角度 帮我们的居民告 一般的私人他们是可以 可是因为时间跟钱很限制他们 他们就没有办法自己做这种案子 那我知道其实在美国 class action lawsuit也是 集体诉讼案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那如果说我今天集结了 我这个区所有的小的杂货店的owners 然后一起来告Walmart的话 我的案子的胜算会比较高呢 当然会比较高 困难我觉得不是情况 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 Walmart大公司他们确实有控制市场 我们要面对事实 可是小公司如果没有集合起来去告的话 他们没有办法垫这个律师费用跟开销 所以他们最后一定会输 不是法律让他们输 他们没有办法维止这个官司 那如果今天 因为美国政府虽然很大 可是他们也要选择他们的案子 他们都是选最大的案子去告 那如果这个比较算是小的案子 Walmart是可能比较小的案子 他们没有去做的话 那小的公司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打到他们的目标 所以您讲的说如果集合在一起 互相有帮忙跟鼓励去告 那当然成功率会很高 那另外我们知道 每次一谈到这个Antitrust的案子 我们看听到的名字有什么Apple Google 这些大的企业 其实这些法案也会影响到小的商家 比如说我今天是个小企业 如果我从货源这个部分 我当然价格我不太可能控制 像大企业那样子 但是我进货的来源 比如说我从中国进货来 然后我只有一个货源 然后那个货源我把它控制着 我不让其他的跟我的商家 竞争的商家拿到这个货源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有可能触犯法徒拉斯 法徒拉斯我们还记得 如果价钱越来越低 就没有跟反托拉斯有冲突 这是如果你去控制一个市场 例如说你在中国 你把全部的手机的玻璃 都把它买下来了 因为每一个手机的玻璃 那是叫Gorilla Glass Apple现在都把它全部买下来了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价钱慢慢往上的话 你当然会被高 可是如果你是说 中国比较便宜 我从中国运到美国来 那当然没有反托拉斯的问题 所以小公司他们就不用怕 怕的就是他们做得太好 他们去控制 所以协议做法行为都要小心 如果你做得太大的话 会没有代表很多公司 他们做得真的是很大 大到一个地步 他们主流社会的公司 都把它压下去了 反托拉斯会有问题 很多的算是环保 环保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 从地堂公司到塑胶公司 都是中国人在最大 在洛杉矶是最大的 变成说很多的主流的公司 他们已经开始在探 我们想告你 我们觉得你做得太大了 你把我们价钱都把它控制好了 这是一个很蛮大的问题 因为反托拉斯 我们要记得 反托拉斯是保护我们美国的居民 可是他们现在在考虑说 我们可以用反托拉斯去告 因为他们是在控制这个价钱 为了中国的市场 所以这变成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案子 可我相信慢慢就会发生了 就是您刚刚提的这几个案子 就是树大招风 你案子你的生意做得越大的话 你就会越可能受到注意 但是小商家也不要忽略 这个反托拉斯法案的遵守 因为他也有可能这把火会烧到你 特别是在这个货源的控制上面 所以我们要想说 例如说现在 我们讲说环保 塑胶 我们就讲一顿 我们就有一个例子 一顿可以卖到中国50块 在美国只有可以卖10块 那你一定会卖到中国 那你一定会把全部的塑胶 都把它累积起来 那主流的公司就没有办法拿到 那10块就慢慢往上跑 那如果这样子 他们现在是在考虑说 我们要告中国的公司 卖给中国在美国拿这个塑胶 因为有反托拉斯的问题 所以这变成说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你可以这样子做吗 反托拉斯不是在保护美国的居民吗 不是在保护中国的市场 可是他们是要用这个反过来 来告很多中国的公司在美国 而且你看我们不要忽略 法官他的判断 他在做出判决的时候 他的思想也在改变 也许反托拉斯像你刚刚讲的 还是在保护美国 但是如果说今天的整个市场环境改变了之后 可能法官在做判决的时候 他是有法律依据 有一半是法律依据 一半是人为的判断 那他也有可能因为这个 与时俱进的这个社会观念 他会改变成就是判得出来的结果 其实就是让你觉得说有点模拟两可 在美国的话 联邦法官是做到实 所以不管说他是用哪一种逻辑 来判一个案子 他不能说因为他做了错了 他会下台 这是跟稍微跟中国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在美国的法官的联邦法官 他们权力很大 那我们再回来谈一下 这个Stirley的Case 他现在这个要告NBA反托拉斯法案了 看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撤诉还是不会 那除了这个反托拉斯 他还要告这个NBA 他可以侵犯他宪法人权 郑律师我觉得很奇怪 他在这个案子上面 他的人权是怎么样被侵犯的呢 没有我们的Case 我们有讲说一般的最小的人 他们有私人的权利 那私人的权利跟私人的自由 他想讲的话跟违约 这有冲突吗 例如说一个人他说 我今天的话 我觉得同期年有一点怪怪的 就这样子讲 他是跟朋友在一起讲话 私人的被偷入了 那因为这样子 他最后要把一个Team卖掉吗 那如果他讲说 我今天的话 我不喜欢吃肯德基 因为我觉得肯德基可能有打HORMO 这是我自己的意见 那最后的话 可以把一个Team卖掉吗 这个线在哪里 虽然Donald Sterling 大家都不喜欢他 可是在美国你有自由 可以讲话 可以讲说我不喜欢一个东西 还是我喜欢一个东西 所以变成说 他的私人的权利 有没有违法 我觉得他有 我觉得他有 如果我们真的有 打这个官司下去的话 我觉得Donald Sterling会赢 可是NBA就很聪明 让他太太把这个Team卖掉了 跟他太太讲说 如果先生告我们 你要垫我们的律师费用 你要垫我们的损失 他太太说好 那虽然他们可能好像有分居 他们没有正式的离婚 最后变成说Donald Sterling 如果告NBA 就是告他自己 因为他的太太要垫这个律师费用 更损失 他太太为什么要答应 我很好奇 他的太太的话 Team已经放在信托里面了 他太太很想把这个Team卖掉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如果你的 最后的董事会 他们逼你卖 可能价钱会比这个 两个Billion还少很多 因为是马上市场 要跟你讲说 你30天就要把它卖掉 那当然价钱会就会比较低 他们拿到的是最高最高的 最高顶的钱 其实那个Team他们计算 可能只有值50到70万而已 他们可以拿到两个Billion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他们真的赚到了 OK Very interesting 因为虽然这个案子 到目前为止 已经闹了六个多礼拜了 但是相信还会继续闹下去 那每次看到美国主流 是会发生这种案子的话 其实我们作为 在这边生活的华人 也可以透过律师跟专家 学到一些很多这个法律尝试 所以今天再次感谢郑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文字幕武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